大家好,我是剪辑师,继续来看重景飞乐赛,胜则组的第三轮,何俊和何直,这场抢二的比赛 每一个晋级八强的,我这边都会挑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,做个视频,先来看一下这边龙二跟八神 跳抓,被踩一脚不慌,顺势跟一个跑抓,七十年太远,刚一下 完,这下没有了 看一下何俊这边千贺,面对龙二 值得一提的是,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场三的比赛里 面对叶峰,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还有两次血,天脸反咬臂也没防了 先来看一下这边手底的大门 一口气 抢二的比赛啊,就这一点很好,很好 你最多就打三局 时间能长到哪儿去 只会像刚刚包王跟灰灰那一场 看着一愣一愣,两局比赛打了六分钟 而且是在快进的情况下 空穴 让不让穿三 啊,举手投降 开场被穿三啊,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先来看一下这局啊,霸神跟龙二 没有气被堵进角落 刚刚楼下比较长,不得已把麦棚关掉 行,千鹤立功了啊,因为这局把神没了的话,对他来说啊,这个危险性就巨增 毕竟千鹤这边他不扛揍,攻抢手握,而且他这个大门,实灵实不灵的 第课D 放下,推 好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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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都 想跑没跑了能量闪 轮球,还不收球,就一个跳抓 这个钱一笔,致命啊,还有一个空穴 没防,过来直接转球带走,看一下这边三气的大门 想办法用一盒出去 能量闪,摘清手,没有选择阵,上去压制,踩头天都反 这样的话就是满血大门跟猴子,三气队两颗半 G,往前拉一点,二段3C,拍一下,第一时间大影跳 是一个小跳,直接追踏天地反,举手又举手,又举手 把手放下 生怕他举手的时候吃个大壁杀,整体炸人 残血,吃个壁杀也没事,因为时间快到了,他只能干点茶磨一下,也够了 空中来磕头,再来看一下S局,生龙没打拳,一套晕 真快,因为你在晕的这个一定时间内,是不可以连续被打晕两次的,所以如果龙二在慢个一秒钟打他,他一定会被打晕两次 靠前和大门了,八神这边没靠住 好了,出了个后前,贴脸,把这打晕,快走 那这边拿下了,这边上,和其这边打猴子是很厉害的 不要看到大门,有时候,他其他角色打猴子还是非常厉害的 不防,继续追他 刚一下,球稳,跑过去追个C头,还想连续C头,没了 合时晋级,即将面对椰峰